We need money to be happy 我们可以买玩具 做背部按摩 看大喜 这些都是钱可以买得到的快乐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这是钱能买来的第一种幸福 钱可以用来获得教育 购买乐器 完全牙划成速简 所有这一切能助我们成长 即便钱能够买到所有上面提到的东西 但钱买不来幸福的核心 举个认为有钱能买来幸福的例子 我会给你看看一辈子钱 不多却很幸福的人 亿万富豪 有人认为钱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买来幸福 我们需要钱来买吃买房 所以钱能买来幸福 买东西也能带来幸福 钱可以让你做得很舒适体面 囊中有钱心中不慌 这也是幸福 人们都会尊重有钱人 有钱活得多姿多彩 积累财富是人类的本性 因此要满足本性 问有钱有什么不对吗 有钱没什么不对 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必须有钱 是不是意味着你对现在生活的不满呢 需要什么东西代表了你心中的不安 如果真的如此 你就要努力去理解这种不安感的来源 然后化解它 否则在用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变得有钱后 你依然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必要变得有钱 那有钱对于你来说就是个问题 你只要记住幸福的核心 不在于财富的增加 而且一旦你想要获得什么 你就不会满足于现在所拥有的 观点 有钱就是不用担心一直买东西 只要没有钱付账 人就会感到压力 但是这不代表你一定要非常有钱 而是说你需要足够的钱 以及理财能力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需要理财能力 观点 研究发现超有钱的那帮人平均幸福指数超过其他人 对于这个声称能够衡量幸福的 研究 我表示怀疑 不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当这个结论是真实的 我提出这些问题 一富人更快乐到底是因为钱 还是因为钱能够让他们更加大胆进取 更加自信 二 有没有可能一个超级有钱的人 在赚到了全世界所有的钱之后 还是承认自己不幸福 老的不信 就算你逼逼半天 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变得有钱 我不敢判定你的说法 虽然我们中大部分人 如果变得有钱会让他们高兴 但是真相是大多数人 不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只对钱有兴趣 但是却害怕实现过程中要面对的困难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着远点要么是个人兴趣 要么是钱 许多有钱人的目标并不是钱本身 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事业干好 结果他们就成了有钱人 财富是工作出色的副产品 拥有财富不会带来满足感 但是想出一个新点子 慢慢栽培他 最后获得成功 这样就能让你满足 如果真如你所说 大家都想变得有钱 那是因为人们误认为 有钱能让他们更幸福 问太有钱有什么不好吗 回答 有的一太有钱会让人觉得自己应该非常幸福 如果现实不如人意 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变了 二太有钱了就会担心 被绑架 变穷被人耻笑 如何保护财产 被赚钱的过程带来的罪恶感所折磨 害怕财产被充公 害怕被没有自己富裕的人嫉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